3. 闪怨生死线 疯狂炸弹魔出现了 他在飞行船上设置了许多定时炸弹 你能和你的队员们在10分钟内拆除所有炸弹完成任务吗? 游戏设置 1. 将炸弹卡与隐性卡分开 2. 第一次玩建议将右上角数字6的炸弹卡移除 3. 将炸弹卡洗混后发给每位玩家2张 注意,你必须至少拿到1张1分或2分的卡片 也就是炸弹卡右上方的数字 若是单人游戏则发给自己4张 而且必须至少有3种不同分数的卡 接着将炸弹卡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4. 接下来根据人数挑选想要的难度 5. 将剩下的炸弹卡拿取相对应的数量形成排库 建议第一次玩可以挑战训练或是标准的难度 跳完后就可以将剩下的炸弹卡放回游戏盒咯 本次游戏不会使用到 5. 将炸弹排库洗混后 面朝上翻5张至桌面中央 6. 接着随机选6张隐性卡 加入炸弹排库洗混 将排库放到5张炸弹卡旁 7. 将25颗骰子放进布袋中 8. 可以手机搜寻或是扫描QR Code下载软体 帮助计时或是可以使用任何能倒数10分钟的计时器 选举一位玩家当队长拿着布袋 游戏设置就完成啰 游戏目标 在10分钟内所有玩家一起合作 把排库及桌面中央的炸弹卡拆除清空 即可获得胜利 而玩家面前的炸弹卡会自动失效 不需要拆除 接下来就来看看有哪几种炸弹卡吧 卡片介绍 每张炸弹卡都表示拆除它需要的骰子条件 只要玩家搜集其相对应的骰子 即可拆除炸弹 上方的颈姿符号代表骰子任意数值 色块则代表骰子的颜色 数字的话就是代表数字 而卡片右上方的数字 代表拆除这张炸弹卡后会获得的分数 总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炸弹 接下来将分别做介绍 第一种躺着的炸弹 这种炸弹都会有两个或以上的格子 摆放的骰子只要符合卡片上的算式 等式或不等式即可拆除 不过要注意 如果是等式的炸弹 就必须注意摆放的顺序哦 第二种站着的炸弹 这种炸弹必须堆叠一直线 在炸弹卡的右方会有个箭头 代表骰子的堆叠顺序 摆放时一样必须符合卡片的条件 第三种 一堆的炸弹 这种炸弹要像站着的炸弹一样堆叠 但是是堆叠成金字塔的形状 注意 站着的炸弹和一堆的炸弹 这两种类型都必须依照顺序摆放 另外小心哦 如果在你堆叠炸弹的过程中 骰子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倒下来或掉下来 所有卡片上的骰子都必须放回袋子里 因为拆除炸弹可是个精密的工作 不容许出差错的 都了解炸弹卡类型后 就可以准备开始游戏咯 游戏流程 启动计时器 你们现在有10分钟可以拆除所有的炸弹 由队长从袋中拿出与玩家人数相同的骰子 并且直骰 接着每位玩家必须从这些骰子中拿取一颗 并且放在符合条件的炸弹卡上 接着队长继续直骰 大家继续拿骰 直到时间结束或拆除完所有炸弹 在整个过程中 彼此可以互相讨论合作 如何最有效的拆除炸弹 而当你满足拆除炸弹的条件时 炸弹立即被拆除 将卡上的所有骰子放回布袋 把完成的炸弹卡面向下放到完成区 小心不要跟排库混到 接着从中央拿一张炸弹卡放到面前 作为你接下来要拆除的炸弹 再从排库翻开一张新的炸弹卡 将炸弹区补满5张 当然游戏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投植出来的骰子 无法摆放到你面前的任何一张炸弹卡上 就会爆骰 爆骰时将这个无法摆放的骰子重新投植 依照骰出来的颜色及数值 每位玩家尽可能的爆掉自己面前 有相同颜色或数值的一颗骰子 爆掉的骰子立即丢回袋中 注意 如果是站着的炸弹 或是一堆的炸弹 只需要看最上面的那一颗骰子 有没有符合条件 符合的话才会爆骰 若不符合则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而除了骰子无法摆放会导致爆骰之外 翻出隐信卡也会导致爆骰 因隐信卡爆骰时 每位玩家需根据隐信卡上的数值或是颜色 爆掉自己面前一颗符合条件的骰子 结算完隐信卡后 再从排库抽一张新的炸弹卡 游戏将会进行至所有炸弹卡被拆除 玩家完成任务赢得胜利 或是时间到玩家任务失败输掉游戏 游戏继分 游戏结束时 加总以下四种分数 就是你们这一局的得分 1.成功拆除的炸弹卡右上方的分数 2.在时间内 成功将炸弹卡全数拆除 可以加10分 3.剩下的时间每10秒可以加1分 4.每张启动过的隐信卡可以加2分 哦?觉得分数很低吗? 那就换个队长再来一场吧 游戏范例 刮包队长带着他的组员 米长、兔兔、碗熊 一起来拆炸弹了 刮包从袋子中抓取四颗骰子 并且直骰 所有人经过讨论之后 各自拿取可以摆放的骰子 刮包再从袋子中抓取四颗骰子 并且直骰 经过讨论后各自拿了骰子 刮包继续从袋子里抓取骰子并直骰 米长拿取骰子后 拆除完一张炸弹卡 米长将骰子丢回袋中 将该炸弹卡放置完成区 并且从中央选取一张炸弹卡后 从排库翻出新的炸弹卡 结果翻出了蓝色隐信卡 此时每位玩家爆掉面前一颗蓝色骰子放回袋中 结算完隐信卡之后 米长将隐信卡放到完成区 再翻开一张新的炸弹卡 网熊跟兔兔发现他们无法摆放剩下的两颗骰子也爆骰了 于是网熊跟兔兔分别将两颗骰子重新投擲 网熊的炸弹因为是站着的炸弹 只需要看最上面那颗 因此网熊不会爆晒 而兔兔没有符合的骰子 则没有发生任何事 游戏进行至时间结束 或是拆除完所有炸弹 接着计算分数 恭喜你会玩晒怨声实现啰